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阿巴斯 不管今天雨天原始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时间 我是阿巴斯 今天中南部的雨势 比起昨天是稍稍地缓和了一些 不过其实这一整天下来 累积的雨量还是不少 我们要先带大家从雨量累积图上 来看看今天各地降雨的情况了 从雨量累积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降雨的分界非常地明显 在背风面地区 其实是没有什么降雨的 降雨都还是比较集中 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其中又以高雄 屏东 沿海的降雨 是最为明显 地势低娃的屏东 星园 加东 临边 还有我们高雄的大辽跟小港 其实雨是到下午4点之前为止 都是超过130毫米 甚至是超过150毫米的 而在我们屏东排湾族人居多的春日香 雨量也超过110毫米 其实在入夜之后 这雨都还是会端端续续地下 不过这雨还要下多久 我就要再带您从下一张的 卫星云图上来看了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台湾附近 还是吹西南风 带进了水汽 使得中南部地区跟前几天一样 还是出现降雨 不过其实整个符合作用 不像前几天那么地明显 也就是说在台湾附近的云量 不像前几天 这样一整个盖住了我们台湾的上空 比起雨势 比起前几天也有明显的减缓 不过其实今天不管在迎风面地区 也就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不管有没有下雨 这个风势都能感受到 是非常强劲 风会呼呼地吹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清度台风巴比伦 目前已经来到日本 跟韩国附近的海面上 随着这个巴比伦台风的位置改变 而且逐渐远离 从明天开始 这个西南风它也会慢慢地减弱 明天在中南部地区 虽然说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况 不过这降雨是比较属于 局部而且短暂的震雨或雷雨 而其他地区则是会维持多云 午后有局部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明天各地在温度上 还会有什么样的呈现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了 今天大部分的平地地区高温 其实都超过了30度 其中在我们的北部 还有宜兰地区 因为位处在北风面 所以受到沉降作用的影响 温度比起其他地区都热得多 高温来到34 35度 从地面天气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明天这个清度台风 巴比伦就会来到了这里 要前往日本跟韩国旅游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的留意航班 以及天气的资讯 在明天这个台风就有机会 减弱成一个热带性的 减弱成一个低压云带了 而明天在台湾附近 都还是一样是吹西南风的 虽然说我们刚刚说了 这风是会逐渐的减弱 但是在背风面的北部跟宜兰地区 高温都还是有机会上看35度 而花莲台东高温大约是会落在32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因为还是不时会有降雨的情况 所以高温比其他地区低了一些 大约是在30度左右 至于各远向地区的天气资讯 带你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首先带你来到台东 蓝雨25到31度 台东太马里金峰大午跟达人 高温会来到33度 云量片多会有短暂雨 严平台东跟北南 严平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高温会来到33度 海端池上观山路也以午后雷震雨的 天气形态为主 高温来到32度 东海岸的长冰成功跟东河 高温会来到34度 午后会有雷震雨的机会 瑞瑞玉里卓西跟富里 在卓西山区 午后雷震雨几率偏高 高温会来到34度 万荣凤林光复封冰 高温会来到34度 万荣的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 花莲吉岸跟寿风雨量偏多 寿风午后会有雷震雨高温32度 太鲁格族人居多的 萧林跟星辰高温会来到33度 宜兰太鲁族人居多的大同跟南澳高温会来到33度 大同会有午后雷震雨 往南走我们来到屏東的狮子牡丹跟满洲 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高温会来到31度 太武来一根春日 还是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高温来到30度 屋台三地门跟马家 也是会有雷雨或震雨的情况 高温来到30度 高雄桃园纳马沙跟茂林 也是整天都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高温28度 加压力山12到25度降雨几率70% 南投仁爱 浴池水里跟星宜高温会来到27度 在仁爱跟星宜的降雨几率比较高 台庄和平17到27度降雨几率60% 苗栗南庄试坛跟太安一五后雷震雨为主 高温会来到30度 新竹关西尖时跟午风高温会上看32度 桃园复兴19到30度 新北市的乌来22到32度 中南部地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虽然说明天开始就会慢慢趋缓 天气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好 但是在山区吐石的汗水量 都还是比较高的 新石在山区道路的时候 就要多加留意路况了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